立法院第八届第六会期23号修会 立委简东民等48位朝野立委 共同提案联署的原住民保留地 进罚补偿及造零回汇条例草案 22号在立法院进行正会期第五次协商会议 但逐条审查草案之前 林务局再次提出另一项 已经由农委会报警行政院审核的 环境敏感区据公益效能之森林 限制裁罚补偿计划草案 希望优先推动2.4万公顷 范围包含原住民组保留地 部分环境敏感区 道路包含农路两旁等等 以每年每公顷2万元 个人补偿上限为5公顷 为期4年的经费就大约20亿元 希望先执行这项计划 但原住民及立委不买单 你们那个4年计划不是法案 而且4年计划里面的内容 真的跟我们这个原住民的需求差太多了 按照国家的这个财政状况 还有这个优先顺序 你不要讲国家财政 我现在是请问你 你个人的意见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到位 要到位 刚刚就是要登批的到位这样子的 农委会领务局提出未来国家财政状况 无法预测 所以才短期计划逐年增加进罚 补偿金额认为比较可行 但立委痛批 从民国85年到现在 原保地进罚补偿金额 每公顷2万元一直都没有增加 认为相关部会始终以裁员困难来推脱 没有情意 我们只想要公平正义 平地造林多少 我们就要多少 我们觉得这是合理的啊 所以财主单位请你们 不要再告诉我们说没有钱 如果说要全部到位的话 大概是8万公顷左右全部到位 那2.4万公顷是我们扩充了 8千公顷以外的 把它扩充到2.4万公顷 国发会跟立委田丘警则提出 如果未来草案通过立法 只提高原住民族进罚补偿金额 对非原住民籍农民来说 可能会造成反弹 而农委会副主委抛出主管机关 改为原民会的想法 还有非原住民保留地 也有对此情形 而且范围好像比较大 那所以才想说 如果是我们能够变成是针对原住民的话 那是原委会出面是最正当的 现在主改过了以后 我是政策统合协调机关 你更迭为主管机关是我们的话 我也不是执行机关 那整体来讲做的事不相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整套 国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护林造林的一个整体政策 立委简农民再次呼吁 农委会要拿出诚心做事 尊重48位委员提出的草案版本 比照平地造林奖励金 提高进罚补偿金额到8万 但最后条文还没有实质进入协商讨论 就因为农委会没有提出对岸版本 协商再次破局 接着亚摩巴扎克立法院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